而八一年那隻雞呢 明年有吊下聲 吊下就是吊耳 所以他未必是身邊的親友 只不過是在身邊工作那裏 或者是身邊的朋友很多 譬如這麼說 這個老特醫院那個老特過山 他比較多這些東西的 所以是足以影響了他的心情的